进入新的一年很多人都会来个变法大作战 但是在戴假发的同时可要小心会出问题 像是高雄市就有卖假发的店家向客人兜售 说假发是正港的日韩货 但上头没有产地也没有材质跟说明使用的方法 那么就有患者因此戴上之后呢过敏就医 医师也指出这种来路不明的假发 只要戴超过两个小时就有可能过敏发炎 严重的话甚至会秃头 菜市场卖假发长的短的直的卷的通通有 老板娘强调日韩进口 但翻片整顶假发就是找不到产地 假发产地不见了 业者四两拨千斤把问题丢给工厂 换到另一间店想问出假发来源 却连业者都不知道 仔细看业者口中的日韩货 翻过来看杂毛乱窜 既没有标示产地也没有助记材质 整间店满地都是假发 不但做工粗糙甚至直接摆在地上沾灰尘 不少民众就是买了来路不明的假发带出问题 这个材质的来路要清楚 先是佩戴看看会不会过敏 头皮的一个照顾失当 常实性的一个毛囊炎造成这个很严重的一个局部性的一个脱发 皮肤科医师说 假发佩戴方式错误可能会导致毛囊炎失诊 严重甚至会秃头 近来搭上年轻变法热潮患者更是激增以备 奉劝民众来路不明的假发还是少买 以免顶上的三千烦恼私针的成为大麻烦 这些闻成果民红佩如高雄报道